大家好 在这一节我会介绍我们 IDC Family 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员 IDC Mini Air 这里你看到有两个 其实是Air 一个叫Micro-Segment 一个Duel Web的Configuration 首先我来讲讲Air 有什么Component As usual 我们本身在IDC Mini Family 里面 都有一些东西 它有什么Component 一样 首先它有一个很强的机柜 可以顶到15kg 它是一个防水机柜 这个是玻璃门 不是一般的网门 里面第二样东西 它是用一个消防装置 我们有一个NOWIC 1230的消防装置 如果里面有出烟或者有火 它就会通知控制器 控制器准备所有东西 可以放Gas去避免火 或者避免着火 有一个UPS系统里面 这个会复养两个塑膜 亦都可以放成2Yen 它就发得OK 以致不能够加长 在背后也有一些IPDU 来支援所有的仪器里面 这个IPDU可以分析用多少 可以分析用多少 可以分析用多少 可以分析用 还有一个控制器 控制器 就会连接到消防 UPS 智能拖板 够着温度的运作 令到整个系统运作的时候 都在下一个监控的状态 可以说 不过它跟整个家庭有些不同 它就没有了冷气机 可以说 所以客户安装这个系统的时候 需要自己安装外置冷气机 好了 至于怎么样 令到外面的客户进去 其实我们背后 有个enforce fan 那个冷气在那里 进去 然后在外面排出烟气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设计 所以它浪水的时候 它仍然可以运作 里面有陆落雨 陆落雨或者 客户上一层楼漏水 它就浪水 它就不会进入烟气 在底部 好 至于为什么我们设计这个系统 这件事是很特别的 在很多年前 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年机房 在想有什么新设计 可以令机房更靠近呢 那我就在想 好了 传统机房有什么问题 就是假设有火星发生 无论你的机房做了是T1多 T3、T4都好 如果有火星发生 那问题就来了 一出烟 系统解决器有烟出现了 它就要打开全场 停下所有机器 然后放出一些灭火系统 也许是FM200 或者是NOWER1230 那你的机房停下了 可能你是在做T4 所以我预期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 对不起 要停下了 但是我们记得 大家都知道 IT人说 server 如果硬质坏了 是没有事干的 为什么呢 这个技术 硬质坏了 其他硬质坏了 其他硬质坏了 继续运作 没有事干的 那我们留意这件事 另外在两三年前 就开始有新的server的设计 HCI Server Hyper 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Server 如果假设有一部server坏了 它里面的DROP 在找VM 在其他的硬质坏 就会招职它 也不需要停的 原来这个设计很棒 我们就BANGSTORM了 我们想一下机房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正在想用了Micro-Segmentation OK 所以现在我会这样做 好了 至于Micro-Segmentation 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现在再介绍一下 用这份server坏了 首先 我要把机房 解释 我要建立8只的机房 8只的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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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只的机房不是很大的机房 以前很多公司也有 这个大一些 或者是都不顶 我们把它分成一个Segment OK 最最终以来 分成两只Weg 两只Weg的室门 8只Weg 我就分成四个Weg 四组的室门 每一组的室门 就有两只Weg 就像我现在这个slip 那一对 下 lips 里面 之前说的是 他有消防装置 被这的消防装置 可以把两只Weg的间障点 覆蓼 控制着控制器 以及UPS 又是智能托弊 所以 它就已经是一个很 futures telepath Tier-4的Case 很信用的机房 8个机构是怎样的 分成4组 如果有4组的时候 即是我的机房有4个Segment 有4个Micro-Segment 放了一个机房 很正常运作 如果假设一下 某个Segment里 某部Sorfer的其中一个伙伴 它出了烟 我怎么做呢 它会判断到这个Segment里面 那个控制器 就会shut down所有东西 然后噴上Gas 盖上它 不过这个问题 就不会传到其他Segment里面 只是在这个Segment里面发生 那情况之下 其他Segment就可以运作了 如果客户 第一天的时候 就已经将他的线组 和他的Segment分布在不同Segment里面 即是说 这一次的意外 在某个Segment里面发生了 不过就不会影响整个机房运作 那客户的end user 就不会知道 已经有什么发生过 然后Coin再補充了 仍然干扰不了 他需要提供他自己公司的end user service 所以是很特别的设计 令到一间传统机房 变得更加靠近 甚至比T4更靠近 这个是Air很独立的设计 OK 好了 说到这个配奈之外 是否在杜特之间之外 我们说一下他有多线组 线组 本身就是我们整个IDC Fairment里面 很注重的一样东西 首先 它是很容易重复的 以前我们在一间机房 每次搬到 就要搭拌所有的墙 所有的电力装置 消防装置 机柜与 这些东西都扔了 什么都扔了 这次来说 如果假设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室 只要在一个新的墙壁 新的冷气机 其他东西都不需要扔 搬回去 全部原用 这样做到一个非常环保的措施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除了面对relocation 通常会面对什么呢 就是用完之后 我们又要不够机柜用 要加移 那怎么办呢 以前来说 可能要换一只大的UPS 可以 假设我用八只机柜 我要加到十六只 那算是雙倍 雙倍 雙倍是不容易做的 你可能房间铲了 做过了 你要换个UPS 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不需要 你不需要扔够的东西 你只要加多 另外八只机柜 就是另外四个Micro-Segment 全部是自己带UPS 那已经可以变成一个十六只机柜的机房 那就很简单 再升级了 假设用下 几年之后 可能传统会变得力 现在一个鱼可以变成很多个VN 那或者你的厚度 有些厚度改变了你的设计 有些人推了上卡 租了Amazon OK 那AWS 那你剩下的东西少了 那少了 那少了情况之下 那你就需要少些机柜 那你有十六只机柜 你觉得太多了 你不会给你十六只机柜的保养 那情况之下 可能变成四只机柜 那你只要叫我们 帮你回收那些不用的机柜 剩下的四只机柜 你省下很多位置 省下租金 那你给保养费 只要让那些四只机柜 那这件事就会简单很多了 可以是 那这个是up size down size 都可以帮到手的 所以这个设计 原来很特别 很适合香港的环境去用 那适合什么情况之下用呢 其实我们所说 它是一只鱼开始的 一只鱼也是方成一个失纹 不需要 any 所以正常一些 线户招式 一个与房 1-2只熧已经是合适 刚才讲我们分 root 可以变成大机房 假设我在是40只熧的开门 都没问题的 我会变成2个 加上去 Creative 成为非常大的机房 所以它是非常 he Correct 是一个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